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28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新闻快讯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多家国企都收到了来自财政部的通知 敦促其尽快停止和四大审计公司保持业务往来 借此来保证自身利益不受影响 避免各方面的数据流向美国 分析人士强调 这意味着除了海外子公司短时间不会受到影响之外 这些国企在合同到期后很有可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此次遭到拉黑的分别是普华永道、德勒、安永、毕马威四家事务所 这几家事务所都和美国存在一定的联系 在2021年这几家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收入达到了206亿美元 如果这项业务合作被完全中断 那么后续的在华业务将遭受严重冲击 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将大幅度下降 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政府日前作出回应 声称如果审计工作后续受到阻碍 将会以强势行动作出回应 中国正寻求遏制与美国有关的跨国审计机构之影响力 确保中国的数据安全 同时促进本土会计行业发展 但分析认为 中国企业转向知名度较低的审计机构 将使国企更难吸引国际投资者 有官员称 本月俄亥俄州火车出轨事故后 用于灭火的有毒废水 将被送往休斯顿郊区进行处理 德州Harris County的郡长Lena Hidalgo周三 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 我和我的办公室今天听说 来自俄亥俄州East Palestine火车脱轨的消防水 将在我们郡进行处理 他还说 关于何时处理受污染的水 正在运输什么 以及如何处理的问题仍然存在 Hidalgo注意到 Texas Molecular公司指定了 水开始运地Deer Park的日期是 大约上个星期三左右 目前Texas Molecular公司表示 已收到大约50万加仑 用于在俄亥俄灭火的消防水 Texas Molecular公司 总共将接收约200万加仑的 含有化学物质的水 并每天接收30卡车的废水 目前Texas Molecular公司 向大家保证 他们会消除兑水 地下水 空气排放的风险 并保护公众健康 2月27日 加拿大政府下令 禁止在政府设备上 使用TikTok 因为该平台已对隐私和安全 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我们决定要求政府雇员 不要在与政府相关设备上 安装TikTok 因为存在令人担心的安全问题 加拿大负责监督公共服务的财政委员会 在声明中称 已发现TikTok会对私隐及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并宣布将从2023年2月28日起 所有政府的移动设备必须删除TikTok应用程式 并禁止下载该软件 就在上周 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刚刚被要求关闭其TikTok账户 随后政府就下达了正式禁令 令人好奇的是 加拿大政府采取措施 在政府颁发的设备上封阻TikTok 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安全关切 或就这些问题与我们联系 只是在欧盟和美国推出类似禁令后这样做 TikTok的一位发言人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说 该声明说 TikTok一直愿意讨论加拿大人的隐私和安全 以这种方式单独挑出TikTok 对实现那项共同目标来说毫无作用 这份电邮声明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阻止官员 在一个受到几百万加拿大人喜爱的平台上与公众联系 推特公司上周再次解雇了该公司至少50名员工 这是马斯克去年10月底接管推特公司后进行的第八轮裁员 据知情人士透露推特公司此次裁员将影响多个工程团队 包括广告技术 主要应用程序以及维持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技术设施 据报道 推特此次裁员旨在应对自马斯克接管推特后公司收入暴跌的影响 并进一步削减员工人数 目前推特员工人数已缩减至少70%至约2000人 2月27日至3月2日 202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巴塞罗那正式召开 今年展会的主题为Velocity速度 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家通讯技术提供商齐居一堂 在展会上发布其最新产品与前沿科技 同时交流技术发展趋势 此次大会上 诺基亚宣布了近60年来首次改变品牌形象的计划 并推出新logo 消息一出 立马引起互联网热议 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 我们仍然是一个成功的手机品牌 但这不是诺基亚的宗旨 诺基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想推出一个新的品牌 它非常关注网络和工业数字化 这与传统的手机是完全不同的 2月27日 国际足联2022年度最佳荣誉颁奖典礼在法国巴黎举行 阿根廷球员梅西获得年度最佳男子足球运动员奖下 此前 在国际足联公布的2022年度最佳男足运动员候选人名单中 梅西 本则马 姆巴佩均入选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梅西生涯第七次获得此项殊荣 此前 梅西曾在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5年 2019年获得该项荣誉 发表获奖感言时 梅西表示 这一年对我来说太疯狂了 我实现了期盼已久 奋斗已久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发生的最美好的事情 很少人能实现 而我感谢上帝足够幸运 最后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阿根廷人民 他们如此热情地庆祝这届世界杯的成就 这段回忆将永远铭记在心 国际足联最佳荣誉颁奖典礼 是国际足联举办的一年一度颁奖盛典 颁发奖项包括最佳球员 最佳教练 最佳守门员 最佳阵容等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重新夺回世界首富的宝座 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 其净资产总额为1871亿美元 法国奢侈品巨头LVMH首席执行官 贝尔纳阿尔诺 曾在2022年12月中旬取代过 马斯克的世界首富位置 并一直保持这一头衔 至2023年1月26日 阿尔诺的净资产为1853亿美元 今年1月 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马斯克自2021年11月以来 损失个人财富约1820亿美元 打破最大个人财富损失 吉尼斯世界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的一份报告称 马斯克实际损失的个人财富 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 福克斯新闻网表示 2022年12月 特斯拉股价暴跌 而马斯克的大部分财富 都与特斯拉息息相关 此次马斯克重新成为世界首富 也是由于特斯拉股价近期的上涨 据媒体报道 窦骁与何超连将于今年4月复活节期间 在巴黎岛举行婚礼 并爆料这对新人将花于5000万港元 约4400万人民币打造完美婚礼 据报道 婚礼当天除会邀请一对新人的至亲好友 更宴请了过百名人明星道贺 至于婚礼场地悬址在一个户外私隐度极高的地方 婚礼保安措施议会非常森严 即使是收到喜帖的宾客 也需核对身份才能进场 婚礼细节极为保密 何超连香港没透露 其实超连与窦骁的婚礼已筹备接近一年 二人曾计划多个地方举行梦幻婚礼 包括法国古堡 英国伦敦的母校 拥有葡萄牙血统的她 亦曾想过到葡萄牙结婚 但热爱阳光与海滩的她们 最后决定选择巴厘岛为窦骁因工作关系 一直迟迟为正式求婚 令计划一拖再拖 而随着去年9月何超连的姐姐何超云 被曝以低调接受圈外男友Douglas求婚后 窦骁立即向何超连求婚 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 首创一种小而灵活的可伸展的绷带 它可柔和地包裹在受伤部位 通过直接向伤口部位提供电疗来加速愈合 这是第一个能够提供电疗的生物可吸收绷带 也是第一个智能再生系统的例子 研究人员介绍说 新型绷带性价比高 使用方便 贴合性好 舒适 能有效地促进伤口愈合 阻止感染及并发症的进展 加拿大安省一栋拥有226个单元的 在建豪华公寓Aparista近日突然大面积倒塌 劳动部随即展开调查 Wyland市政府周二证实 坍塌大楼中的公寓单元已全数售出 居住在建筑工地附近的一名居民 拍下了的家庭坍塌瞬间的画面 这位居民直言 周六晚上七点刚过 他们就听到了一声巨响 并看到一团巨大的灰尘从大楼飞喷了出来 据悉 建筑发展商Avertrust Developments 为华人周建成开办 据多伦多地产服务中心的介绍中显示 周建成是中国最杰出的商业人士之一 来自中国福建省的莆田市 曾成功创建了27家个人企业 至今这些企业仍在他的控制之下 周的商业帝国涵盖了房地产开发 教育 金融 物流和管理咨询 他所有的企业加起来价值26亿美元 并提供了超过3000个就业岗位 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后 周决定寻找新的视野 于是在2013年 与家人一起搬到加拿大 进入繁荣的加拿大住房市场 针对此番他楼事件 Avertrust的公司表示 他们在建造高品质豪宅方面 享有长期生育 并称期待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来纠正目前的状况 劳工部核实建筑部门 将对这起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希望能确定原因 和对建筑其余部分状况的影响 也正让我们看到了 可以在假立的管 ли 做 prefer recomend允划 就能拦或比较能量 坚持伤尽